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一盤這個四號球 那這一盤球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開球的狀況怎麼樣 這盤球的話,有一桿青苔,所以呢,狀況其實算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開球 然後開球的話呢,2跟8這個中間的這個翅膀的wind ball有進喔 所以呢,剩下的檯面上就剩下大概8顆球 而且呢,這個彼此都沒有阻擋,所以呢 算是非常好進攻的一盤球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一座三的話,其實是相當簡單喔 主要是這個一號球的準度要發揮出來 再來打一個中端的推桿 然後讓母球回到這個球台正中央左右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要先把一號球準度顧好 回到球台正中央的位置 OK,那這個三桌四呢,四號是左邊紫色的這一顆喔 所以呢,二分法的話呢,你要把它分在這個 四號球跟底帶的這個 這個直線的右邊 等一下好上去做五號球 OK 好 停在這個四號跟底帶的這個線的這個右邊 然後等一下打一個中端上去做五號球 橘色五號球的右上角底帶 那二分法的話呢,一樣分在這個五號球跟這個底帶的這個位置的這個左右邊喔 這樣子的話,你打擊以後母球自然會往這個左邊跑 那這樣你的綠色六號球就可以打左下角的圍帶 好,最開心 OK,好 那這一球的話呢,因為六號的角度比較大喔 所以這個母球 可能要走這個右邊 右下角的兩顆星上來 但是呢,有十號球在那邊喔 所以有可能會擋到 所以呢,我打算打一個逼竿的煞車球 讓這個母球直接橫移 然後七號呢,做左邊的中帶 好,大概打一個逼竿的橫移喔 然後七號做左邊的中帶 那這樣這個七號球呢,稍微有一點角度喔 我就打一個推竿一顆星 然後呢,九號就做左邊的尾帶 那這塊球呢,其實基本上 難度其實並不高喔 因為也沒有球彼此阻擋 OK,然後這邊還發生了一個小差距 這個九號打進之後呢,打得太... 左塞太多了,結果去勾到十號 所以呢,十號變成是一個遠距離的球了 OK,好,我穩穩的把它打進了 OK,那這盤球的話,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OK,那這盤球的話,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我算是這個樣子 OK,那這盤球的話 太多了,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我們好像是這個樣子 感谢观看